主持人士 教授 吳明史 各位同志 大家好 吳明史 我這個面向是討論到高原醫學院就醫轉譯的重要線 是由我和郭英勤教授當任趙吉成 這個議題我想在醫學上是有很大的困難 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很多 所以從人生的觀點來看 從小孩子他的健康是以花育生物學做基礎 所以他對他的成長 健康 基因和他的生病 我們掌握得不錯 所以用藥很堅準 但到了成年以後 大概在安定的狀態之下 但夠器官的治療都比較單純 所以夠專注的成立 夠取所需 但等到高齡者來講 他是在退化的階段 那這個退化是 有退化的一個學問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見底 所以他的生理 所以他的生理 或是病態生理 到底是生病還是 他是雅健康 很困難做區分 所以小孩子是用全檢來看 以基因為基礎 但是高齡者是全檢 但是他是退化 所以今天要談的這個高齡醫學 確實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這個議題的最主要的目的是 從現在的政府的政策的研究 或是高齡的研究裡面 我們盤點這些 再做轉譯 最後做應用 本來我們這個 這個面向有七個 那個七章 但是後來和陳清宇教授 論壇討論的結果 我們做一些整併 還有加上 這人才培育 本來是以醫學為止 但是希望將來能夠過職 就是 像那個 婦女 或者是 那個 竹男 復健 等等 各個家族 最後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高齡長主 精準健康大化 現在要中央給你健康 這個也是一個新興的議題 所以 所以我們現在有這兩個議題 還沒有完成 我想這會 日陸續再找專家來完成 第一章是 監禁 監禁 基層醫療 高齡 慢性病的管理 這個 包括兩個 兩個節 第一節是 高齡長主重要慢性疾病醫療的照顧 第二節是 高齡長主用藥 直呼視線 其安全下 我想 這 這一張是 對我們來講 是 對高齡主是非常 重要 重要的議題 經過盤點以後 我們知道 經過盤點以後 大概高齡者的 65歲以上的 慢性病的 盛行率大約有88.7 所以 將近九成是有 亞健康或是慢性病 但是 我們 到目前為止 所用的 醫療照顧的主因 其實 用成年檢 我們抽血 的一些資料 都是用成年檢 沒有老人的資料 所以 這是很大的一個矛盾 另外 過去的老 高齡者的慢性病的研究 散在各個單位 沒有整合 研究的見識 也是會很少 在盤點之中 我們發現到 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 高齡健康的照護 必須要從 能診 極性自願 極性後期的照護 到宿區 整體 需要一個 前方位的整合 才有辦法來照顧 高齡者 第二 第二 就是 高齡慢性病的醫療評估 我們過去都是 用成年人的器官為主 必須要白彩整身的照護 用長者的功能 來做一個評估 所以我們有幾個建議 就是 政府的政策執行的成果 到目前為止是缺乏 同志向 所以 將來這項必須要扣 另外 是 慢性病 是 高齡者最主要的健康問題 只要這個能夠控制的話 我想高齡的健康 我想直接解決一半一下 第二解釋 就是 高齡者有多重疾病 多重糾正 多重用藥的問題 除了醫療的支援以外 這些多重用藥的結果 常常會引起跌倒 被重視、神經等等 的影響 會引起跌倒或死亡 因為有 高齡者常常有 不足失蹤 甚至跌倒以後 就發生了 甚至一個危險 我想這個是 在 這一個 這樣解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所以高齡者 所適用 以高齡者 用藥的 合適限級 安全性的整體 和那個篇覆的資料 到現在為止 還是沒有 大概過轉後才用藥 但是 高齡者用藥的配合度 和 多重用藥 以 醫事前的協事角色 是有關係的 所以 醫病關係 之間的 緊密關係要建立 第三個 是 高齡者用藥 合適限 和安全性 醫體 必須要 Evidence-based 的研究 當然 我們的建立是 建立 國人用藥 合適限 的準則 建立 居家 社區 醫院整合平台 提供用藥 整合 連環性的服務 第三個 必須要一個 定期進行藥事 整個服務者的一個系統 最後是 加強專利 免炭民眾的 用藥方面的教育 第二章是 高齡長者衰弱震撼 多媒相功能的評估 第二章是 身心靈 這一個是 身 身心 後面的 探討 衰弱 衰弱症不一定是病 但是他確實是 是不健康 所以用這個觀點來看 所以也有兩個節 第一節是 高齡者衰弱 極少生的依法 以治療 第二是高齡者身心 治療功能 對健康的疾病的影響 所謂的 肌少症候衰弱症 它兩個都是 是以高 高難病症 高難病的症候群 雖然都是和肌肉骨口系統的 軟化有關係 但是 目前是 兩者是 不種一區分 雖然最主要是 較差的功能 肌肉的功能的 儲備 但是它還包括了 心理和社會成本的問題 目前雖然有一些 評估的工具 但是 對 肌少症 酸肉症的 三選工具的 供數線 來兩個方法 扶居線、振作線 之類的果金線 總有所選擇 還沒有建立一套 好的評估的方法 所以這個是 可能是一個 將來要建立的 一個重要的議題 所以評估的方法 的建立 首先要建立 劉行便宜的資料 再建立公司 第二個就是 摔著的話 他不會 就有點 不喜歡運動 他早上的時候 運動方面 所以 運動方面 我們必須要 對長者 要有一個 根據他的 體制能力 之為運動指望 這運動指望 還有增加一些 建立政府 增加一些 運動之類的 補給線 運動的場所 所以在千民健保 現在的制度 都大概是專科法 所以將來 對高齡者的話 我們 建立是 能夠 這裡 家庭責任醫師的制度 同時是 處方的優化 可對其他專科醫師 提供相關的教育訓練 長照端和醫療端 對於 衰弱症和基曉症的 評估 照顧的連結 所以 醫療做得再好 長照端做得不好 我想 這個 也是一個 基曉症的一個問題 另外 在營養 營養方面 因為很重要的 就是 將來 可能要發展 另外 人工作和 行動運用層次 來 針對每一個人 做過程化的移植 和運動的 建立 對藥和 激少症 藥和 或者困難的人 做飲食分類 過別化的 也過別化的建立 這些大概將來都算 慘烈發展 是有關係的 另外講到 身心住宿功能 本WHO 報告當中 強調 個人的 內生能力和住宿性 個人的住宿能力 就是 牽涉到 過程 過程 長年 生命經歷 累積和 整體 文化 架構 所以這個和 我們的 身體 又有不同層次 的考量 這個議題 是從 從 高齡者的情緒 認知 以及 欣慰 等的面向 來探討最精簡 有效 節省支援 勞得以強化 高齡長者身心住宿功能 更加 這個政策 其實這個議題 我們知道的不多 講這個是對於 高齡者的 和 青年之間的一個 從文化的 落差 還有住宿功能 思維 和 社會的連結 我們知道真的是 不多 所以我建立是 傳遞 高齡住宿功能的 正確認知 與強化 心理住宿功能 正確的 技術 來做一個評估 另外 建立 協助 健康行動 就是 對 高齡長者 要怎麼去守護他 我想這個是從 不管是專利 或者是在家庭 我想是 這樣的一個 簡單的認證 就好像我們 CPR 各種層級的認證一樣 第三個是 正視高齡長者 情緒與 人際之 姐姐和 女模式的學習 最終 最後是 對於 國人的 自主性的現況 我們不了解 所以 研究 天主國人心理 問見 來做一個 這個問見的結果 也列至 整個健康檢查的 一個裡面的評估一下 第三章是 失智和 失能 現在 失智症 是全球 高齡者 失能 成為 依靠經驟主要的 原因 真的 雖然有 AI等等 但是還是要 AI是沒有生命的 還是要透過 世代研究 長期追蹤的計畫 尋求對 高齡者的 健康的生活模式的 一個 更進一步的了解 所以 在政策上的這裡 是從各種層級來看 國家的層級是 成立台灣高齡級老化研究中心 在醫院和研究單位的層級 它是整合 這些 研究單位 對 建立一個 統一的一個 統一的評估的工具 在醫院的層次 也是要有一個 醫院危機室的 危機室的 私自證研究中心 最後是 進行社區和 社區的長期世代研究計畫 從 國家長期研究到社區 可能要串聯起來 第四章 是 我們到目前為止 是以 醫學系 醫學為主 其他的 團隊的培養 我們可能會 會再繼續 我們發現到 到目前為止 醫學教育裡面 缺乏足以 因應高齡 社會需求的 專業醫師 與教員人才 第二 我們 培育人才的目標 設定在 提升醫師高齡的一些照顧能力 改善高齡變得照顧的成效 而這種 這種 系統性的 人才培育 必須要有一個正規的課程 就是 在醫學院 設置高齡醫學 學科和研究所 在醫學中間成立高齡醫學科 我們到目前為止 全他 在醫學院的教育裡面 還沒有 高齡醫學 學科 小科有 這學科是沒有的 研究所是 是有 所以我們這針對 醫學院階段 PGY的階段 專科醫師的訓練階段 到醫師的教育 這階段 我們強烈的建議 必須要 設置高齡醫學科 和相關的研究所 他有辦法 對於台灣的高齡者 提供 Evidence space 一個照顧 第五章是 智慧科技用在照 智慧高齡照護 有關的項目 大概已經公眾 對高齡者的主要規矩 以遠距醫療 以健康照護 即便發生 以此照護 疾病 機器人 科技服務具 等等 所以作為一個三年 的短期 是以 醫療大事局分析 以即便管理 以預測 包括人工職能 對高齡的 資料 規矩 即便發生 以預測 中期式 高齡者 個人化 照護系統 發展 研發個人 智慧型 行動 具有 藝術工具 與環境 的智慧化 這個包含 照護機器 科技的輔助 長城 我們是 藉由 IOT 物理網 集健庫 即使 建立高齡友善環境 這是遠距 醫療 很健康的照護 這和善物談得差不多 第六個是很重要的 是一個堅準健康老化的實證研究 這一個 我們還在研究當中 但是 我們在做自己的 一個腸道健康 這是有關 美育和老化是很重要的 另外 由這個 我們才發展 健康老化的藥物 的一個研發 透過新科技的 預防及預測 即使類開發 這一個為什麼重要 就是小孩子 他的腸道訊 和中年人 和高齡者 是完全不一樣 如果是睡眠不好的話 小孩子會往 回旁往向走 高齡者會往 當病房門 像那個 左航桿等等 會不會走 這樣的研究 我們都還 世界上來 還很少 所以這一個 如果台灣能夠 在這方面 能夠早一點來做的話 對高齡者 不會有 不一樣的 一個城市的 一個發展 所以我們這一個 政府的嚴重 是 老化美育系統 研究的計畫 第二個 健康老化 第三就是一個 一個照顧器材的 一個發展的錯綜 總結 所以這個剛剛 這個大概都講過 所以講過 我們大概高齡醫學的原因 就是透過 研究的反軟政策的轉移 身心致力 醫療照顧 包括教育和工作 和精準健康老化 能再醫生的理解 能不能使 大家再感受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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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